严总 你慢点啊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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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谁呢 有人吗 严总 甭管有没有人 咱画面得摆上啊 还有啊 你怎么才回来呀 说好了三点钟来取车 这都六点半了 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你喊什么喊 不要还送你啊 你谁啊 我是 你爱谁谁 在你这儿洗个车 我去趟医院 你打了四十多个电话 你谁啊 我是 你爱谁谁 左手拿个毛巾 右手拿个水枪 你跟我这儿装巴拉巴拉 小毛巾啊 你谁啊 我是 你爱谁谁 爱谁谁 这是个什么品种 怎么这么狂躁 不能好好说话吗 能能能能 看看 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你眼睛打蜡了 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是他助理 哎呀 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 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你瞎说什么呢 我警告你 你再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现在就投诉你 让你滚蛋 你还投诉我啊 因为等你都当我下班了 我在你这儿洗车 有没有给你钱 你给我钱 我给没给你洗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 医院没有停车位了 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 你既洗了车 又省了停车费 对不对 对 完全对 无情 好残忍 还走不走啊 走走走走 严总 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 取不取啊 你说呢 取啊 你去还是我去 我去 去你的吧 好 干啥 我说啊 我到医院取药 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凭啥 我又不是助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爱谁谁 爱谁谁 爱谁谁 不让你白赔 我给你多加五十块 不是钱的事 哎呀 一百 一百你就想买我 两百 卖了 给多了 你好 谢谢啊 我加两百块钱包 不好意思 我吃口饭 哎呀 一天没吃东西了 哎呀 来看病啊 大姐 谁是你大姐 来看病啊 小妹 谁是你小妹 来看病啊 大小妹子姐 你谁啊 我洗车的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不是 你不是给了我两百块钱吗 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 真的 您不吃亏 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 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 啥病啊 我有毛病 啥毛病啊 头疼 胸闷 睡不着觉 爱发脾气 啊 那没事 你这不是病 你这是更年期 我猜多大 我就更年期 是 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 感情问题 你有毛病啊 不是 那因为啥事啊 因为的事情多了 说大的你也不懂 最近就有个小项目 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哎呀妈呀 还小项目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就不干 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 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一千万 那得干呢 哎呀我的妈呀 一千万还不干 哎呀我的妈呀 一千万才能个凶闷 我一千万都得怀孕 哎呀妈 你有多少钱呢 一千万你不干 资产过亿 那你可以不干 这都过亿了 你过亿了 你不相信吗 你跑这调戏一个洗车工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 我就怕你看不懂 呀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 看不懂流水 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 一共是六吨水 每天我都让他流完了 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 来我看看你流几吨 欠水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 一百三十九亿五千八百八十八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啊 1395888 应该这么念哈 哎呀这能当钱的话 那我可老有钱了 我用的是186的 大老总啊 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 我跟你讲啊 人有事别憋着 说出来 说出来就好了 跟谁说去有人吗 我好像还算个人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 你也听不懂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 凭啥说我就不懂 你说出来我就懂 当销售单价 乘以销售成本 等于单位变动成本 乘以销售量 加固定成本的总额 等于多少 我和人家教育量 我都没有货币 我建议饭 我建议私料 哎呦我的妈呀 你笑了 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 像美丽的花一样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美丽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忧愁 统统都吹散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谁说的 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你有粉丝吗 我有俩 一个是我媳妇 一个是我儿子 我们哥仨互相点赞 你这么大的买卖 咋还不高兴呢 我买卖大我也累啊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 动不动就喊累也累 能有多累 这都坐了四个小时了 人家说累了吗 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 来来来来 你说这你有多累 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我这个当老总的 得担责任担风险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多业务 哪一项我都得过问 成功了就是大家 共同努力的结果 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 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 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 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我最多 那你该呀 你是干得得 你得到还多呢 我现在不想干了 你不干我干 我不叛累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 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 那谁没个压力 你能有什么压力啊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 那也是我的压力 你养一个孩子 能有多大的压力啊 哎呀 不食人间烟火 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 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 花十几年的功夫 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 和信息的准确 一遭发射升空 孩子考上大学 卫星就消失在了 茫茫的外太空 偶尔会传过来一些 微弱的信号 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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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给他建一个 稳固的太空舱 你也给他建舱了 当然了 去年 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 在老家 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 房子的首付 我付的 哪把我儿子高兴的 抓着我的手跟我说 爹啊 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呢 你这孩子多孝顺 你孩子多大了 我还没结婚呢 那你活得省心呢 我还省心啊 公司那么多员工 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爷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 你看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 你不是 你是为了全公司 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 所以你多骄傲啊 我骄傲吗 你骄傲啊 我骄傲吗 骄傲 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 我老了 哎呦我的妈呀 你才多大了 你就老了 人家屠幽幽 85岁了 获得洛贝尔医学奖 袁隆平 89岁 杂交水稻之父 孙国富 102了 仍然坚持放羊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啊 我爷 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其实我也有梦想 啊 啥梦想 我再好好干几年 我就不干了 我就到乡下去 弄几间小房 养点鸡 养点鸭 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 喝着甘甜的山泉水 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也要努力呀 我不用 你这个梦想 我一出生就实现了 我跟你讲啊 大老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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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大老董 人哪 别追求实全实美 都有遗憾的地方 说夏上的月云棚 那夏上说的多好 他有遗憾的地方 什么地方 脸大 那脸就相当于烤白鼠 啪摔地上 马蹄子再踩一脚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踩四脚 哎呀的妈 我发现你笑话 比别人来笑的特别灿烂 其实我小的时候 特别爱笑 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 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 阿姨好 叔叔好 爷爷奶奶好 哎呀 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来得及 现在就寻找 没事出去旅旅游 我不爱旅游 那你就谈个恋爱 找个老伴 找谁去 有人吗 我不行 你肯定不行 哎呀妈呀 下石磨了 人哪 不能光想着自己 对吧 你像你的条件 要回馈社会 多为社会做公益 你别说你了 我还做呢 你还做公益 那当然了 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台票 哎呀 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 你可真能说 都把我给说饿了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辣的 像辣的 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便 来 你要这么吃 得吃到明天 这样 大老总 你把叉子插进去 来 你插进去 你转一圈 然后把这面 放到腿上 你把它捉进去 你试试 哎呀 这 哎呀 哎呀这口啊 哎呀 漂亮 感觉怎么样 爷的慌 喝口汤 怎么样 好香啊 你看看 饿了 有口面就饱了 其实人这一生啊 活得简单点 简单了 你就快乐了 好 吃吧 阎总 我们下午 我妈吓死我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阎总 赶紧回去吧 公司一堆事 等着你呢 呀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 热乎饭吧 你谁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是我大哥 大哥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我记住了 简单就是快乐 谢谢你 走吧 我请你吃饭 大哥 大哥请 我请你吃饭